大家好,欢迎收看波士顿第一铭记,我是主持人王涵毅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最早下周一TikTok将起诉美国政府 特朗普政府允许美国企业继续在中国使用微信 麻州7月失业率全美最高 麻州将为学校提供新冠快速移动检测站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的详细内容 TikTok正准备对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颁布的第一道行政令提起诉讼 该行政令禁止美国任何个人和企业与TikTok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交易 诉讼最早将与美国当地时间下周一发起 消息人士称TikTok的诉讼请求与8月6日特朗普颁布的行政令有关 该行政令要求美国商业部长提交一份字节跳动及其子公司的交易清单 相关交易将在45天后也就是9月20日予以封禁 据了解TikTok起诉的依据是8月6日行政令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R-E-E-P-A并没有遵循正当程序 消息还称TikTok还将对白宫视其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提出反对意见 目前尚不确定TikTok将在哪家法院提起诉讼 该公司此前曾表示会尝试多种法律手段 该公司员工也在自行准备上诉 彭博社说美国政府仍在研究如何对腾讯旗下的这款应用实施禁令 以及是否允许在美国以外地区的苹果和谷歌全球应用程序商店下载这款应用 彭博社说两名知情人士说 此举旨在禁止在美国应用商店中下载或更新微信应用 他们说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 比如星巴克 仍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宣传和处理与中国消费者的交易 彭博社还说一些游说团体一直在督促美国政府缩小该禁令的范围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也就是21号上午公布的数据显示 麻州再次成为全美失业率最高的州 劳工统计局在一份新闻稿中称 麻州7月失业率最高为16.1% 其次是纽约州为15.9% 这些数字第一月份17.7%的失业率 当时麻州的失业率也是全美最高的 据估计麻州在7月份增加了72,000个工作岗位 但自2019年7月以来 该州已经失去了45.2万个工作岗位 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出现上升 麻州州长贝克在8月份暂停了重新开放计划 最近的数据显示情况有所好转 该州7天平均检测阳性率为1.3% 是数周来的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康列迪格州7月份的失业率 再创新高达10.2% 新罕布什尔州7月份的失业率为8.1% 麻州卫生官员将开始向提出要求的学校 提供新冠快速移动检测站 与此同时 州长贝克继续鼓励新冠病毒低传播区的学校 开放全线下课程教学 或者是混合教训模式 如果学校符合某些标准 那么政府便会部署移动检测站 周四也就是20日 麻州报告了12例新确诊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和260多例新增病例 使该州新冠病毒死亡人数 接近至8660人 确诊病例总数超过11.53万 在麻州法院工作的10人被检测出感染新冠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波士顿第一鸣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